今天是我妹妹在韩国的第四天 今天我们来参加一日游 第一站我们就来到出名的小法国村 没错,它出名的地方是 曾经是来自星星的你的拍摄地点 后来我们在小法国村逗留了一阵子,拍拍照,随便逛一逛 后来我和妹妹决定去探探险 去一个不知道到哪里的地方 一路上我和妹妹都不敢说话 因为太多小虫子了,怕飞进我们的嘴巴里 走了一阵子,终于到达啦 看完表演,我们又到处逛逛 今天的午餐是铁板鸡 吃完过后我们就前往南移岛了 这是我第二次来南移岛 每一次来都有不同的感觉 这个是南移岛最美最美的一条街 我觉得南移岛很值得来 你们有机会,一定要来哟 太热了,我和妹妹买了冰淇淋来吃 第三站我们来到江春铁道来骑自行车 这个体验还蛮好玩的 就是太热太晒了 一路上的风景好漂亮 这样看着心情都好放松啊 我们来到第一个雪洞了 嗯,应该叫雪道 看着心情很产地吃啦 参加完一热游,我们有点精疲力精了 现在来吃我们的晚餐 今天的晚餐是起司烤腸 真的是超级无敌好吃 有机会一定要来吃哟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菜单全是韩文 我都是用肢体动作来点餐 看完街头表演我们来吃雪冰了 在热热天气吃雪冰简直就是绝配呀 我们点了最普通的花生雪冰 要注意别把花生粉吸进鼻子哦 今天我们来到咖啡阿年来吃我们的早午餐 这个是网上很多人推荐的一家店 里面都有卖各式各样看起来很美味的面包 它们的设计有点像旧工厂的感觉 我们点了两杯水和三种面包来吃 我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来Common Ground 看看这些蓝色的建筑物顺便拍一拍照 逛完Common Ground我们来广站市场了 由于我们今天早上吃的太饱 所以进去每次吃什么东西 就是来逛一逛看一看而已 下次有机会一定要来吃它们的绿豆饼 我们有点渴了 所以买了一个西克来喝 后来我们大地铁来到乐天超市 买一些零食和纪念品回国 今天的晚餐是猪脚小节 由于太多人我们也是等号码才进到去 是蛮好吃的 可是它这个set有点太大分 我们有点吃不完 这个前菜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可是超好吃 我们已经续了好几碗 今天我们来到黎大第一站我们来吃 MOTHER IN LAW的Bagger 里面还挺小的 Bagger也挺好吃的 现在来参观黎幻女子大学了 今天超级晒的 所以周围都没什么人 后来我们就来新春货物物来逛一逛了 今天实在是太热了 所以我们随便找个咖啡厅来BB薯 猜一猜今天我们要去哪儿 今天我们来到K212 就是有很多关于121东西的餐厅 我和妹妹都超级爱121的 偷偷告诉你们 我们还有跟那个社长 应该是社长吧 拍拍照 后来那个社长知道我们是WENERWEN的粉丝 还给了我们WENERWEN的专辑的亲笔签名 真是太开心了 我们现在来到LINE FRIEND来逛一逛 后来我来到一个网红的WENERWEN的咖啡厅 来喝一下下午茶 晚餐来吃排骨汤 晚餐来吃排骨汤 뛰不错 晚餐去 Drago 我们 das有各种 並做天内我 忙 ani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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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s 观看 她来不消息 看 doen 阿 Where doing ר越 今天我们来到SM的Corex Mall 来看一看你的手掌跟哪一位明星长得像是吧 后来我们来到我一直很想来的星空图书馆 还真的蛮漂亮的 后来我们来到Aquafield和珍姆来排一下读 里面真的是超高级超干净的 如果下次有机会我一定会再来 而且会带一整天 每个和珍姆都有不同的主题 每一次都会像是吧 每一次都会想起来 今天是我们在韩国的最后一天了 明天就要回去了 这间店是我看到一只爱园有推荐的 所以决定来试一试 味道真是还蛮好吃的 而且很多明星都爱吃 吃饱后我们就去隔壁的福哈哈买它的奶油面包 后来我们再逛一逛看一看最后一眼的宏大 是时候跟他们说声再见了 希望下次我们还有机会再来